吃什麼好呢 這集喜歡吃雞肉飯的朋友們 你們一定要看完 因為今天我們將會告訴大家 嘉義最好吃的雞肉飯在哪裡 這集呢其實應該要由我老婆 還有葉葉一起來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因為呢我個人在過檔的時候 不小心把Open還有Ending的影片都洗掉了 所以沒有人願意配合我再拍一次 不過中間還是會有他們的 只是Open跟Ending只有我 這一集的故事其實呢是我老婆發起的 我以前呢非常非常喜歡吃嘉義雞肉飯 而且是喜歡吃火雞肉飯 曾經有到嘉義去一次就買了好多好多雞肉飯 然後去評選 再慢慢吃吃完了吃出一家是我最愛的 那家雞肉飯叫做和平雞肉飯 所以我之後這十幾年 每次不管外籍或者經過嘉義 我一定會去吃這家雞肉飯 我已經是他們的老主顧了 然後呢我老婆就想說呢 你每一次都吃這一家 你早就已經忘記其他家是什麼味道了 所以呢她就想說要做一個企劃 就是我們去嘉義 然後她就去賣各種不同各家好吃的雞肉飯回來 看我能不能夠吃出每一家不同的味道 並且講出正確的店名 我個人覺得其實這蠻有挑戰性的 你要吃出味道之外 還要能夠知道說這是哪一家的 所以她這次呢買了七家 讓我來去做這個測試 第一家我就猜錯了 我覺得非常匪夷所思 因為那一家呢其實是我非常喜歡吃 而且常常去吃叫做民主火雞肉飯 她呢應該上面有很多的油蔥酥 可是當天呢我吃到的時候 其實沒有吃到油蔥酥 民主火雞肉飯最有名 就是她的那個油蔥酥炸得非常香 然後淋在那個雞肉飯上面 你會覺得有好香的那個油蔥味 可是當天呢我跟葉葉兩個人吃了那一碗 我們都沒有吃到油蔥 也沒有吃到油蔥香 我們嚴重的懷疑不是我老婆記錯了 不然就是當天的店員忘記幫我們放油蔥 因為民主最有名的雞肉飯上面 就是有滿滿的那個油蔥 所以喜歡油蔥的朋友們都會超喜歡民主 可是我們當天試吃的時候上面沒有油蔥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懊惱 因為身為雞肉飯達人的我 我覺得我應該是全部都吃得出來的 那第二個呢 欸第二個沒有洗掉了 所以你們就可以從第二個開始看 劉璃漿 確定 有吃過 我覺得是新的 妳覺得是新的 因為劉璃漿的油蔥不會那麼多 可是它的香氣是夠 然後再來劉璃漿的它會偏比較甜一點點 劉璃漿的醬味也沒那麼重 雞肉飯都有兩種嘛 一種是醬香 一種是油香 它的比較中和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劉璃漿 確定不改 不改 正確解答就是 劉璃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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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剛才吃劉璃漿它其實基本上 不會偏太醬香也不會偏太油香 醬料的部分呢會偏比較稍微微甜一點點 好香喔 這個一吃就吃得出來 而且它的米粒 喔 也是煮得好 好來第三個囉 今天我真的很厲害 如果要完全一致性的盲測 什麼都不准加 那麼每一家雞肉飯有自己的特色 有些是有配菜啊 有些有配醃蘿蔔 今天都是純粹的雞肉飯 喔 這家新的 等一下我真的沒吃過 你一家吃下去都說是新的 這一家吃出來的口感是什麼 我覺得它是比較家庭吃一點點 雞肉飯的肉也很重要吧 肉的口感 不是我覺得它的醬油跟別人不一樣 它的醬油香氣比較重 小燕你覺得咧 對我也覺得醬油香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會有一種醬油味道比較明顯的感覺 所以你覺得是 新的 不只兩一次認為都是新的喔 沒吃過 我看一下喔 確定不敢 我怎麼覺得好像是文化 啊 文化有像耶 因為文化它還有一個很有名的是它的滷肉飯 文化它就是它的醬油那個香氣是很重的 對 是醬香的 對文化 你說對了文化 確定嗎 沒錯文化 正確解答是 文化 小燕好厲害喔 小燕好厲害喔 好來第四號 我覺得看起來每一盤都好好吃喔 這家就民主嘛 這家就民主啊 剛剛民主已經出來過啦 這家就民主啊 真的很糾結 我們也不知道是哪一家 可是我們是吃這個味道我們覺得很像民主 這個很像新的啊 你每一家吃下來都滿說是新的 欸你不覺得這一集對你來說好幸福喔 因為它超愛吃雞肉飯 這家的風味就是油蔥味很香 它油蔥煸得比較稍微乾一點點 我覺得米飯都好吃 它看起來顏色真的比較重耶 但它有一點點偏甜的感覺耶 文化是屬於比較醬油香氣會不會一點點 這個是油蔥的味道會多一點點 心中有答案了嗎 新的吧 一致認同是新的 對 因為我覺得它好像民主 如果你問我的話 唉 給你嘆氣好不好 你每一個都在嘆氣 搞得我們都覺得很沒有信心 我要買個關子嘛 好了我要公布正確解答囉 我們四號雞肉飯就是 新的 大同 對 這個是大同的 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認真的 那你說我是真的好吃 對啊 這家是大同 好來 下一個 5號 和平 VS兩個新的 這個 和平 我猜什麼 你們兩個一眼就看不出來了 因為和平喔 它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哪 它不會有油蔥 顏色會知道是淡的 它是偏油香重 對 來 我的吃一口 雞肉飯大王吃一口 和平 和平 肯定 如果連你們最常吃的都吃不出來 全部都吃不出來 和平的味道最獨特 喜歡的就是超喜歡 可是它有油蔥呢 小葉 和平 就是和平 我們吃的這幾家 就是和平它的油香最重 它那個整個那個香氣是完全不一樣 雞油跟豬油的那個香氣 百分之一千萬 這麼有自信 最後不是一個難看囉 不可能 不可能 和平我必須要講啊 它在吃的時候它的顏色是淡的 可是你吃下去那味道 你會覺得它為什麼一個平凡無奇的白飯 看起來淡淡的 可是吃起來香氣卻會在嘴巴裡面說 喔 怎麼這麼香 然後吃完了以後 你會覺得嘴巴裡面還一直這樣 一直有香氣 香香的感覺 確定囉 確定了啦 好啦 我要公布囉 正確解答就是 和平 你們倆好厲害喔 和平的味道很獨特 但我覺得它肉真的好大備喔 它的肉好好吃喔 它有嚼勁 肉好有口感 好扎實喔 那如果再人家夾這兩家就新的啦 對啊 那我們就來單純評論一下 那你介紹一下 為什麼你會突然間買這兩家新的 因為它們兩家就是我突然經過 然後可是看到門口卻大排長龍人超多 試試看它們的風味如何 出不定你會找到更愛啊 這家滿好吃的 這一家呢已經是三代了 也是醬油香喔 這家的肉也好大塊喔 肉也好好吃 這一家的米粒是屬於粒粒分明 然後很Q 米飯也很好吃 醬油 總共五顆心 你會給它幾顆心 4.8喔 4.8這麼高 它的肉好好吃喔 油生香 然後跟醬香 為大家公布這一家就是 阿米 喔 還不錯 嗯 好嘞 起好 來 試一下… 我覺得好佩服它們喔 一直不停的在吃飯耶 它也有自己獨特的香味 這一家我就不用賣關子了 這一家就是阿虹獅 阿虹獅他們真的店裡生意也是 Burr好的 那排隊都排到馬路上了 它又跟其他幾下味道又不一樣了耶 真的喔 它的飯比較濕潤 它的汁淋得比較多 它連它的肉咬起來都有 好像還有汁在裡面的感覺 阿虹獅整體感覺是比較濕潤滑潤的 嗯 是它的飯吸到的醬汁比較多 那五顆心你給幾顆心 4.8 4.8喔 喔神 你們兩個給的評價都很高耶 但老實說也不能怪你們 因為其實今天買的真的都是嘉義名店 每一家都各有特色 而且每一家生意都超級好 我們今天的雞肉飯盲車就到這裡囉 我們五個答對了三個 三個 只有兩個是馬馬放錯的 沒有放錯 真的很煩耶你 寶寶有苦 寶寶說不出 所以呢 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是 兩位的雞肉飯天王的名號是 十字名歸 真的很厲害耶 連馬馬放錯我們都知道 怎麼會有苦啊 我們分享太厲害了 耶 好的所以呢 最後我又出現了 因為呢 Ending也被我洗掉了 看完了這些七家的評測之後 不知道你有沒有心中喜歡的口味 說實在的 這七家真的都非常非常好吃 所以呢 我幫各位呢 做了一個小小的整理 我們現在就從油香味 因為我個人最喜歡吃的就是那個油香味 就是有一點雞油的比例 有一點豬油的比例混在一起 所以那個雞肉飯會特別的有一個特殊的香氣 如果喜歡這種香氣的這個朋友們呢 個人強推就是我最愛的和平 它的豬油香真的是 一多讚 好 另外阿虹絲 它也是油香非常香 肉也做得非常的好 它的肉吃起來你會覺得很嫩 會比較濕潤一點點 我覺得它可能是在醬汁的部分加的比較多 再來呢 我們要來講比較偏油蔥香的 因為很多朋友們其實吃嘉義的火雞肉飯 最喜歡就是它油蔥 民族的油蔥就是它基本上雞肉飯上面會滿滿的 你會看到都是油蔥 然後很香很香 喜歡稍微口味偏一點點甜的朋友們 可以去琉璃掌 琉璃掌它的味道我覺得是很均衡的 就是它有一點點的油香 它也帶有它的醬油的醬香 然後還有油蔥酥的香味 我自己講的嘴巴口水都一直流 醬香我們這次吃呢有三家 那我個人覺得醬香的部分我最喜歡的是大同 大同呢他們香氣喔是我非常喜歡的 所以呢它的醬香呢我覺得是會讓你有不一樣的感覺 如果以醬香來說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大同推薦給大家 然後大同的肉也很好吃 就是你不用特別跟它要求部位 大同的肉我覺得本身就很嫩了 然後再來呢醬香還有另外一個推的就是阿民 阿民也非常好吃 然後再來就是文化他們還有一個滷肉飯 它滷肉飯也很好吃 口感都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喜歡醬香的朋友們呢 可以選擇阿民 大同跟文化這三家是推薦給大家的 如果以我心目中來講的話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吃油香味的雞肉飯 所以我第一名會給和平 但是其他幾家我老實講 這次我吃的七家 沒有一家是雷電 每一家都是真的非常好吃 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以上就是雞肉飯達人為各位所做的解說 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我會知道 不要等所有的影片剪完了以後 再整理記憶卡 希望大家呢到家裡去都能夠講到 你心目當中最喜歡的 火雞肉飯 你笑什麼啦 你笑得很大聲耶 你們有聽到他笑聲嗎 他笑我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他不會來幫我 叫我自己一個人在那裡錄 欸我也在忙 你忙不忙喔 好吧 掰掰 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把 如果大家呢喜歡吃豬油香味的朋友 對不起 我拿下我的小超 好 天啊 我都有著錯 我不要耶 又是小白 我來做什麼 你來操天啊 我別看 你有沒有